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因为中共中央提出修宪建议 废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质 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因为这事认为是把邓小平的政治遗产给推翻了 但最近这两天 娱乐的焦点又聚焦到王岐山的身上 尤其是人大开幕第一天 王岐山坐在现任的中共六个常委 会编上 那么大家普遍认为 先前传说的王岐山可能在本届人大上 重新会出任要么是国家副主席 还有可能一亿也会担任 所谓的新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主任 那姑且不认 最后他实际上会出任哪个职务 那么为期两周的左右的本届人大 会给出最后的答案了 单单从王岐山 他在19大中共 2017年中共19大召开之前 就引起了大家的注目 当时曾经海外认为 观察中共政坛的风向标 还设立了个所谓的王岐山指数 就是说看王岐山能不能打破中共 二十多年来所谓常委七上八下这个规矩 到最后尘埃落定 设计刀开完以后 王岐山确实没有 在习近平打破党内成规的情况下 他继续良人 没有 但是隔了几个月 他出栏 在湖南当选了本届全国人大代表 这下一个人又开始拘家到他身上了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信号 说明老王又要出山了 那王岐山出山是不是好事情呢 我倒认为是好事情 纵观王岐山在政坛的历程 大家要看他一向施以 我们就叫消防队长也好 救火队长也好 说明他有处理危机事务的能力 早在九十年代中期 九十年岛源于泰国太租贬值 后来引发了像印度尼西亚垃圾崩溃等等一系列 预演预历到最后造成 波及全球的所谓的亚洲金融危机 在亚洲金融危机报复的当口呢 那么对中国当然当时也有影响 尤其是对像广东深圳啊 因为中兴九二年小兵男兴讲话以后改革开放他做标头兵 所以大干快上 大幅举债 那么到九七年九八年的时候 据当时 银行界的保守估计啊 广东当地包括深圳啊 可能金融系统的坏账啊 要将近百分之五十左右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要收拾烂摊子 广东省地方几个国资金融机构 包括广东国际信徒的总统事啊 包括越海集团越财啊等等啊 都面临危机了 那么当时中央就派王岐山南下 出任了广东省啊 副省长主要来清理 广东金融系统的坏账和危机 那么当时王岐山是 立排综艺 主张啊 要走破产 不用去用政府的啊 信用去备收啊 并且也处理了一篮子 包括对啊 日本很多金融机构 当时发财还债的债务为问题 那么结果确实 王岐山显示出了高超的啊 这个管理能力和领导才能 把广过头的事情处理得很好 也为后来啊 海南发展银行啊 设立了标杆和榜样 那么在推到本世纪 2003年北京SARS事件啊 也让新上台的 胡温啊 制政集团啊 交头了 这是王岐山又一次 应召陆军 接替了 被引咎 辞职的 孟学龙 出了北京市市长 他上台以后啊 羁绊复活下去啊 包括在舆论的透明啊 等等 危机处理能力 又一次得到了体现 后来在北京市长任内 为北京2008年奥运的成功 举行 有了下来汗马功劳 总而言之 无论他早期八十年来在 国家提改办 还中农兴啊 等等一系列 机构中 王岐山显示了 高处同僚 明显一切的 智力才能 集资 十七大 他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以后 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主管 金融贸易 又当了 中美之间 战略 与经济会谈的 中方代表 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 也赢得了美国朝野的 高度好评 应该讲 在这一阶段中 中美之间 没有什么大的贸易摩擦 同时 中国又赢得了巨大的 贸易顺差 对美国 应该讲 在这方面 王岐山为 党国 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那么所以这次 传闻 他会与习近平搭档 他出任副主席 并且 开先河的 要主管外交事务 这 丝毫不令人奇怪 只不过是 由于 我们 在改革开放 近二十年来 党内不成文的 潜规则 只不过是到一点 年龄来 要退休而已 本身 国家副主席 可能是在 曾庆红 胡锦涛 包括习近平 做国家副主席 是有私权 因为什么 他是政治局常委 兼的 到十八大以后 到习近平上代以后 像李源潮这个国家副主席 就是挂了个名了 本身他因为 还深陷 团派大佬的身份 是边缘化了 那么 王岐山 以非中共中央委员 实际上已经完全退下去了 普通 全国论大代表的身份 退休的一个 前政治局常委 如果再来出论副主席 但是要 担负起 主导外交工作 尤其是要处理好中美关系 这次全国两会开的时候 有一个国际大的背景 对我们相当不利 就是 美国 特朗普政府 对中国 进行了贸易制裁 中国这两年 本身就处于转型的 重要时刻 经济增长 已经不能像前些年 通过 超英货币 来刺激 保持GDP增长 10%以上的速度 这两年 已经降到6%左右了 6点几了 那么在这个档口上 如果中美 贸易问题 得不到妥善解决 真的美国 全面制裁我们的话 尽管美国也会受损 但是我们可能承受的后果 更负担不起 一方面 我们人民币国际化 受挫 为什么 资本外来太多 那么我们有限的外汇储备 不再像前十几年那样 每年都有很大的增长 因为我们的贸易粗糙 逐渐在减少 如果中美全面开打贸易战 我们即便对美国在全球其他贸易伙伴和对手 没有退步情况下 如果我们失去了 就当就美国一块 带给我们每年几千亿的贸易 粗糙情况下 对我们的外汇储备 是灾难的影响 同时对人民币本币币质的巩固和稳定 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做过很多年在国内救火队长的王岐山 并且在过去五年帮助习近平开战雷厉风行的党内全面反腐 斗争中赢得赫赫威名的王岐山 能够出来再战江湖 只不过重点放到外交事务上 相信以他的能力肯定 要比目前在台上的无论理想去 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 杨洁篪也好 王毅也好等等 那不可同日而言 最近杨洁篪和刘鹤两次到华府 想去跟美国政府沟通 都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 这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呼唤着 扔着上来 我们现在没应该的挑战 只不过就是大家认为 王岐山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 即不中央委员也不是政治委员 更不是常委了 来做国家副主席 来负责外交事务 这有一点点打破的常规 但是在我们根本制度很难改动情况下 政治体制没有实质性改动之前 如果真能凭借习近平现在在党内一言九鼎 情况下 诸多能够为财势局 让王岐山出山 这不是坏事情 为什么 现在因为没有八十年的改革开放初期 当时的制度安排 当时的制度安排 邓小斌他自己说中共国家领导体制要改变 那么他当时是要提出年轻化了 干部啊 支持化等等 还有革命化 那么他们把胡耀邦赵紫阳等的推到一线 同时呢 他们有一个过渡措施 邓小斌就成立了中央所谓的中央顾问委员会 他是出任了第一届中央委的主任了 像薄一波等等那些 后来是所称的所谓的八老子国啊 都在中央委担任过 陈云当时先做了一任中纪委的书记 在邓小平辞去中央委主任以后 他做了第二任的中央委主任 那么现在中央委早就取消了 所以加泽民后来取消了 王岐山 他要能够继续发挥他的娱乐 他一生武功啊 那么 看来看去 这国家副主席倒是蛮合适的 尤其是本次中共中央修宪了 也把这个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 都给取消了 那只要是他们 想干 我估计党内现在没有任何派别的力量 能够阻止他做下去了 倒不一定 这是个坏事 因为如果实行刚性的六十八十一推到底啊 像当时李刘桓和曾庆红这样 这样也是能财浪费 现在高层啊 满朝文物啊 没有几个能真正干事 还有领导能力和魄力的 像王岐山这样 如果真的叫他去彻底回家养老啊 是国家的损失 因为他毕竟前才是六十八岁嘛 像往昔啊 美国总统啊 李庚啊 这一九一年出生 他八一年做总统的时候 初次当选总统的时候 就已经七十岁了 他做了八年总统 尽管是美国历史上 相对是当总统是当选年龄最大 但事实上证明他做得不错 所以年龄根本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 你这个临选机制也好 想当年苏联解体前几人 就戈尔巴加夫前几人啊 所谓四年换了三个 那是病夫之狗了 伯仁内利夫死了以后 七二年科当了一年又死掉了 安德罗伯夫这个科科伯出生的领导人 也是做了一两年又死掉了 然后轮到 戈尔巴加夫 算是比较年轻力强的 病夫治国 那是只有苏联从集权体制产生 哪怕他躺下去 包括像晚年毛泽东一样 在白内长手术没摘之前 眼睛几乎是全瞎了 就躺在那 听张悠峰什么读点文件给他听 汇报的工作 然后他就躺在病榻上 来治国 那么现代民主国家治理理念 不一样了 尤其在民主国家 你要做公权力的看守者 自由者 你不仅是要跟反对党去进走 你在本党候选人要出现 也要拿出真本事来 特朗普如果不是在共和党内部出现的话 根本不可能赢得最后击败 希拉里克林等等机会 那么话说回来 中共党内就没有这个制度 如果有这个制度的话 如果公开选举的话 我看现在也很少有王岐山的对手 所以王岐山能够出论 如果他真正有着有权 能够在走到外交手上 拿出本事来 能够跟美国缓和贸易紧张的局面 确实将为我们经济转型赢得宝贵的时间 要不然的话 在过去几年中 对内习近平是反复 但对外 他改变了邓小平 定下的涛光养晦的外交策略 四面疏敌 已经搞得我们很紧张 很大意义上可以来看 我们在国际上的促进 是几十年来 比较不乐观的 尽管我们在高举着一带一路 拓展计划 但是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 我们也越来越成为别人防范的对手 尤其是亚带地区 这个地缘政治 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起到治愈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王岐山重新出山以后 到底能做什么 并且 他的再战江湖啊 会给外交反过来 反扑到内政上 会有什么影响 一个看点至少是 我理解他出山 再次出山一个好处是 至少能够部分 免去大家认为习近平 要做皇帝的担忧 一眼堂 我看在新的时期 不太可能 至少希望之间如何互动 是一大看点 好 今天就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